跑步的相关活动还有树林区也有来举办 来看到新北市体育总会在晚间是举办了 2013树林闪光夜跑的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来跑步,一起来运动 提前欢度不一样的浪漫情人节 闪光夜跑活动在鹿角溪人工湿地的原住民主题公园举行 路跑还没有展开 已经有不少情人在现场拍照留下了甜蜜的回忆 甚至还可以写下浪漫的情话作为美丽的见证哦 另外主办单位还设计了月老下凡来牵线的两人三角配对双人游戏 甚至邀请到流浪之女与大家一起合影留恋 提前欢度佳节 而待会就要进行路跑了 运动前的暖身运动是不可少 老师在台上教大家先拉拉筋,转转身,动一动身子 才不至于跑步过程带来了运动伤害 希望说在情人节的前夕 让我们所有的情人能够过一个不一样的情人节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都是餐厅 或者说到这个都大吃大喝 那现在越来越重视养生 所以鼓励年轻人一起来做运动 过一个不一样的情人节 三二一 牵手牵手牵起你旁边的手 邀请大家结伴路跑 而主办单位还提供了闪光眼镜 和LED造型蝴蝶结的法枯 让路跑者一同闪亮于整个河滨公园 共同享受夜间奔驰的浪漫感受 中佳新北新闻树林参谋报导